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其无视 遗灭者无数 而当时持平之力 无一死也 阿易酷虐者 则未有不死 即不敢以示尽盖或福 然命之为命 不亦可自信哉 又何必坠坠烟 惜其性命 而父君之恩 中毒于事也 那么 这段文字 讲的白话意思是 又如在汉武帝武则天的时代 天下是何等气象 被冤枉牵连处死的人 无可计数 而当时能主持正义的官员 却无一人被处死 反而阿易奉承暴虐无情的酷吏 则全被处死 即使不敢用此种情况来禁论人们或福 然而命运之所以成为命运 不是更可以强加 不是更可以加强我们的自信心吗 又何必畏缩害怕 吝惜自己生命 而却辜负君恩 种下毒祸在人间呢 那么这段文字呢 是对前面所讲的一个总结 举了两个朝代 一个是汉高主刘邦的曾孙汉武帝 我们在以前有讲这个 中学有学过历史的时候 都知道这个汉朝的情况 他是七岁的时候被册封为太子 十六岁登帝 以即位之年为建元元年 是帝王有年号的开始 在位的时候 文治武功及圣一时 是一代雄主 一共在位五十四年 文景之治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那么武则天是唐高宗的皇后 那么他在高宗 驾崩之后 临朝称治 自己称皇帝 而自立为皇帝 改国号为周 自为淫虐 大杀唐中士 然富于财略 善于用人 像敌人节 都是那个时代 被他启用的 故名相辈出 重视农业生产 奖励农丧 改善新边境 各族关系 百姓富裕 文化复兴 所以有贞观 遗风的美誉 但是晚年呢 也朝政日非 被迫归政 中增复位 最后寻崩 晚年他是自己 生活比较荒淫 就堕落了 那么我们要是读过 佛在世的一些故事 都知道他这个 武则天的以前世 他是生在印度 那么他做皇后的缘起 就是他当时 就是那一世 他生在印度的时候 在海边玩 然后呢 远远地看见佛托波来 他就捧着一捧沙 去恭恭敬敬地 献给佛了 那佛呢 就接受了 他这个沙的供养 虽然不能当饭吃 但是佛就接受了 因为佛呢 就预见到 他在 以后呢 会投生在中土 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国 会成为皇后 那么如果 佛不接受 他这个供养的话 他就不会去振兴佛教 那么 五帝呢 就是 武则天呢 是比较尊重佛教的 我们知道 六祖慧能和神秀 就是他那个年代 所以他当时是奉这个 神秀为国师 但是神秀呢 推崇 六祖慧能 所以武则天几次呢 有派这个使者 来提请慧能 来入朝廷 但是都被慧能拒绝了 我们刚刚唱的这个 《开经记》 《百千万劫难遭遇》 这个也是武则天写的 所以她是非常与众不同的 一个女性 跟佛的缘分也很深 那么最后的总结呢 其实就是说 我们这一生 如果真正的 具有一身的浩然正气 非常的正直的话 不论朝代 跟迁 自己呢 还是会 非常安然的度过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下面 他举了几个故事 大概是七个故事 我们先看故事一 这个故事呢 比较长 我们也是在中间 断开来分享 唐德忠时 李密为相 德忠已告国 长公主顾 御废太子 昭密告之 且曰 书王尽已长 孝友温人 密曰 陛下为义子 奈何 欲废之 而立职 且陛下 所生之子 犹疑之 何 有余职 书王 虽孝 自今 陛下 亦努力 勿赴 忘其 孝矣 我们读到这里 这些呢 都是历史故事 大家以前不知道在学校的时候喜不喜欢读历史 我是八九届 八九届的高考的考生 我们历史应该是一百分满分 对吧 大家知道我历史的考分是多少吗 九十九 我当时我们八本这个史书 中国古代史 现代史 世界古代史 现代史 都是上下册 我都倒背如流 所以当时 我记得我答那个历史题的时候 感觉那个 一下子首先就能映出来脑子里是中国古代史 还是世界古代史 然后脑子里就能翻出来是第几页 然后就像照着钞似的 答那个 答那个题 所以出来的时候 我后来 我的成绩是很高 当时 我们八九年那年呢 就是 北京的高校 它是大幅度的削减 这个 入京的人数 那我是 我们那年是唯一年 成绩出来之后 重新选择学校 那我成绩出来之后呢 分很高 所以就选了中国人民大学 我进到人大之后 在我们班里 也是全国来的 三十多个考生当中 成绩最高的 我们历史是 地理是一百分满分 我地理的成绩是九十八分 我最差的是英语 英语可能刚刚九十 不九十二 其他的 因为我的数学特别好 所以在文科生当中 数学成绩好呢 就很占优势 就是逻辑 推理能力特别强 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呢 是希望大家能够 重视这个历史 因为能够善于阅读历史的人 他的这个智慧也好 他的人生经验也好 是特别强的 因为他可以从整个 跨越几千年的史书当中 找出他的这个做人的轨迹 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毛泽东他的一生 就是最喜欢读史书 所以他的床头啊 常年都放着史记 自知通鉴 这些书 后汉书这些书 那么李密呢 他是唐德中时候的宰相 有一次德中 因为这个长公主的缘故 就想废除太子 就召见了李密 跟他说 书王最近已经长大 他很孝顺有爱 有温和仁慈 我想立他为太子 李密说 皇上您只有一个儿子 为何还想废除他呢 却策立侄子为太子 皇上对亲生儿子都怀疑 怎么能会真正相信侄子呢 书王虽然很孝顺 毕竟不是您亲生的 从今开始 皇上应该努力培养父子的感情 不要希望书王来孝顺您 这是李密对他的这样的告诫 上约 请不爱家族乎 对约 臣为爱家族 故不敢不进言 若为陛下圣怒而取从 陛下明日悔之 必犹尘云 无独任辱为相 不利见 始至此 必复杀臣子 臣老已 余年不足兮 若冤杀臣子 使臣以职为嗣 臣未知 得心其似乎 因乌业流涕 那么皇上就说 难道你不爱惜你的家族吗 言外之意就是警告李密 如果你不赞同策划太子 你就不怕我杀了你整个家族吗 这样子对他讲 那李密回答说 臣下就是因为爱自己的家族 所以不敢不将实情全部说出来 如果现在因为害怕皇上圣怒 就委屈顺从你的话 明天如果皇上后悔了 一定会责怪臣下说 皇上因为相信你 特别任命你为宰相 你不尽全力来见证 来给提建议 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必然会杀臣下的家族 臣已年老 所剩时间不多 死不足惜 若是冤枉杀了臣的儿子 使臣已执子 为后寺 臣时不知是否能享受到祭祀 于是李密边哭边说的泪流满面 就是这样 那么这段故事情节呢 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忠臣 他是怎么样来 在理智和感情之间 我们佛法中 佛有教我们四一法 有一个就是一智不一时 对吧 还有呢 一意不一语 对吧 就是你要依据情意 依据合乎道义的话来讲 也不要理解表面的意思 那么就像皇帝他在烦恼的时候 你不要顺着他的烦恼 说出委屈的话 过后他会后悔的 私下呢 还是用理智来告诉他正确的选择 这样子的话呢 他事后他会感谢你 我们不要自己也陷在这些烦恼当中 就没有办法做出理性的判断 上一契约 事已如此奈何 对约 此大事愿审徒之 自古父子相宜 未有不亡国者 上约 贞观开源 皆议太子 何故不亡 对约 成前谋反是绝 太宗不得已废之 并废魏王太 至于五会妃 赠太子应兄弟杀之 海内怨愤 乃百代所当界 又何可法乎 臣愿陛下 从容三日 揪其端序 必世然之太子之无他矣 若国有其计 愿陛下如贞观之法 并废淑王而立皇孙 则百代之后 有天下者 由陛下子孙也 相使阳素 许境中 李林璞之徒 成此旨 以救淑王 图定策之功义 那么这段话讲的是 这个时候皇帝也很感慨 就哭着跟他说 事情都到了这种地步了 那该怎么办呢 李密就回答说 这是国家大事 希望皇帝能够审慎地考虑 不要意识冲动 自古以来 帝王父子互相猜疑 没有不亡过的 我们无量寿经理 师父也讲 移为菩萨的最大的障碍 是不是 我们对善知识 有疑的话 我们也没办法 成就自己的道义 所以怎么样能够消除 自己的疑心 唯有自己 要坦诚地 真诚地 先要面对自己 放下所有的疑虑 自己的妄念多 这就表明业障多 想东想西 患德患思 左思右律 你就不用想 他如果真正是善知识的话 他心里什么想法都没有 可能你还在那想 他早就忘了 或者他压根心里 就没过这个印象 那你在这想来想去 岂不是自寻烦恼 所谓世间本无事 庸人自咬之 那还不如就去念阿弥陀佛 就好一些 我也观察 我们所有的义公菩萨也好 或者是 我们所遇到的一些 信众也好 他学佛的很大的障碍 就是思虑太多 言语太多 话呀太多了 你说着说着就走向造业了 而且造的都是恶业 就不能把自己的嘴给关上吗 少说 少言 能不讲就不讲 能不发表议论就不发表 能不评论就不评论 能不去说 说这些抱怨的话就不说 还有呢 自己的想法太多了 没事就乱打妄想 这些妄想都会形成自己的障碍 那么皇上就说 贞观就是指唐太宗的年号 贞观与开源 是唐玄宗的年号 这个年间 先皇都曾测换太子 为何没有亡国呢 那这段史实 我相信我们要是 学过唐朝的历史都知道 是很有名的 那么李密就回答说 因为成前太子 谋反之事已被发现 就是李成前 他当时作为 他是长孙皇后的儿子 那么我们都知道 唐太宗跟长孙皇后感情很深 所以呢 就立了长孙皇后的儿子 作为太子 那长孙皇后呢 走得很早 他好像不到三十岁 二十八岁就走了 所以这个成前呢 也是被浇灌的比较厉害 因为太宗 唐太宗 对长孙皇后的感情特别深 以至于后来呢 这个成前太子呢 就以为他父亲 对他有想法 就想提前谋反 就是把他父亲 唐太宗推下 他自己呢 提前登基 那这个事情已经被发现 太宗皇帝 不得已而将他废除 并且一并将魏王李太也废掉了 为什么废掉呢 我们如果看过那个历史剧 或者是读过历史就知道 当时呢 就是这个成前和魏王的矛盾特别深 那魏王表现的呢 就是在太宗和大臣面前 特别的忠厚孝顺 实际上呢 他这个心地呢 是比较围曲的 就是语曲 那城前呢 就跟他发生很多争执 所以当时很多大庭朝臣 是对这个魏王的印象很好 希望能够废太子立魏王 那结果呢 唐太宗就一并把这个两个都给废掉了 因为兄弟之间之争啊 就是这样 所以唐太宗还是很有智慧的 至于武惠妃向唐玄宗皇帝敬禅言 废除太子李英的事情 那么这个李英呢 是唐玄宗的第二个儿子 他的母亲赵丽妃是以仓女进宫 是个妓女 因为她有才貌 就长得很美 而且善于歌舞而得宠 那李英就被撤离为太子 后来呢 变成武惠妃得宠 所生的寿王茂月被弃中 逐渐就有谋夺太子位的野心 此时太子李英颇为不快 那武惠妃就投诉到唐宣忠皇帝那里 就想废除太子英 中书令张九龄吉利的建筑才没有得逞 后来奸相李林浦密寿会妃独计 就坐实了太子与二王谋反的事 那唐宣忠没办法 这个时候就下旨 所以太子英 鄂王瑶 还有光王炬 均被废为庶人 最后呢 就都被刺使了 所以自古呢 就不要生在帝王家 只要在帝王家里啊 这个争权夺利啊 他就没有办法 就都随波逐流 我们如果读过这个大清顺治皇帝的诗 我们知道顺治皇帝出家 他那个诗就很有名 他说最难批的就是这个袈裟 生在帝王家不容易的 我当时读了他那个诗 都感慨万千 他自己也说 他本来啊 他应该是修行人 结果生到帝王家里 就要处理这些事情 都是自己的障碍 但是如果真正的大修行人 他也会陷帝王身 就是我们在观世音菩萨 普门评里都有讲到 那么众生需要你陷帝王身 而得度 你就陷帝王身 需要你陷宰观身得度 你就陷宰观身 需要你以同女身得度 你就陷同女身 需要你陷什么身 就陷什么身 这都是大菩萨 道价慈行 来普度众生的 因为菩萨在度众生的事业当中 他最需要修的就是这个空性的观惠 什么叫空性呢 就观一切法都是如梦如幻 都是一场梦幻泡影 当他空性的智慧成就了 又能够在假观当中 实实在在认真真的去度众生 而一丝毫都不影响 他的清静心的时候 他就可以广度众生 所以为什么像世间的这些忠臣孝子 他会累到吐血会死呢 因为他没有空性的智慧 所以什么事他都着想着心 最后累呀累 累到死为止 你看我们师父上人92岁今年 全世界整个敬宗 老人家是一代的宗教领袖 做的事情是无量无边 但是我们看着他依然那么年轻 那么健康 没有任何的烦恼 因为做了跟没做一样 做而无做 无做而做 心里不着一丝痕迹 所以整个这个大菩萨 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非常的自在 随缘而能够度众生 所以我们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一定要学会这种空观的智慧 这是师父在起讲 《无量寿经报案坛》里 整个的报案坛 讲的就是四个字 教我们如何学会观法如画 就这四个字 你学会了之后呢 你就把无量寿经 就可以活生生地用在实际生活当中 没一丝毫的障碍和烦恼 就像昨天有同学晚上问我 说老师我现在就想读无量寿经 弟子规感应篇 平时还要不要去使劲读 使劲背 我说可以不用的 无量寿经里头含有所有的 无量无边的法门 都在这部无量寿经里 无量寿经里有没有弟子规 有有没有感应篇 有有没有十三叶道经 有它就是华言经的中本 一级一切 但是你要明白 你越深入越通达 你就可以全部都能够了解 但是你说这个你读一读 那个你再抓一抓 你有的时候呢 你哪个都是不能够通达 因为在早年 我跟定恒师父探讨过这个问题 我说三个根就在无量寿经里 为什么不就讲无量寿经呢 而且我们这个也是得到师父上认可 师父上人说对的是这样 但是众生呢 他有强烈的分别执着 你一定要给他单独再说出来 叫父母呼应勿缓 这六个字 无量寿经没明确地说 我们也体会不到 所以你得单独拿出来 我在弟子规里学 就是属于自己的智慧呢 比较低一些 一张重 所以他要将层级的来学习 那么这一段呢 就是讲的这个唐太宗和唐玄宗 当时整个测换太子的 这样的一个史实和内幕 它都是有原因的 这个原因呢 也都是不得已才这么做的 不是说太子没什么事 我就主动因为怀疑他 我就想测换他 不是这样的 武会妃向玄宗皇帝 进禅言废除太子李英 还杀了太子英和他的兄弟 恶王瑶及光王俊 那至今国内呢 老百姓都还愤恨不平 这是百事都引以为戒的 怎么能去效法呢 臣盼着皇上再仔细的思考三天 探究其中的缘由 一定就会了解太子 根本就没有异心 如果果真是有问题的话 希望皇上能够像唐太宗 这个先皇一样 将疏王一并废掉 而策立皇孙为巨成人 那么将来百代之后 天下还是皇上的子孙所有 假使像杨肃 许敬宗李林浦等这般坚定小人 秉承皇上这个旨意 恐怕早已向疏王要求谋定此策之功了 就是奸臣他就会来推动这种情况 这是作为一个宰相 他对史实看得比较清楚 那么他的建议也很好 希望皇帝能够三思而后行 仔细地思考 不要这样冲动 上曰 为亲千言至明日思之 密曰 如此臣之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 然陛下当字慎思 勿露此意与左右 露之则彼皆欲恕公 书王太子威矣 兼一日上开言应殿 独昭密流涕曰 非亲切言 朕今日悔无极意 太子仁孝 时无他也 密立誓四朝 为唐明相 后竟成神仙 那么这个时候皇上就说 感念你这样一片忠诚肺腑的言语 那我就将这个事情拖延到明天 仔细思考之后再做决定吧 那李密说 果然能够如此 臣下知道皇上父子之间的慈孝 必会完好如初 了无嫌隙 然而皇上一定要审慎考虑 切勿将你的这些想法 让身边的人知道 倘若此事被披露出来 恐怕那些想在书王面前立功的人 就会做出危害太子的事来 过了一天 皇上在阎英殿单独召见李密 并且流着眼泪跟他说 如果不是你真切的分析 恐怕今天我后悔都来不及了 太子确实是很仁慈孝顺 实在没有其他意图 李密在唐代共事奉四朝皇帝 从唐玄中 唐宿中 唐代中 一直到唐德中 跟郭子怡是一样的 所以唐朝的大唐的兴盛 我们现在到国外 只要有华人的地方 没有叫宋人街 没有叫清人街 都叫唐人街 对吧 就是因为唐朝特别的兴盛 它的影响力超越了国界 全世界的影响力都很大 那么它的影响力呢 不在于这个友好的皇帝 最重要的是底下 有一帮像这个李密郭子怡 这样的非常非常忠孝的大臣 来辅佐 我们讲一个好汉三个邦 一佛出世 还要千佛呼应 一朵红花 还要无数的绿叶来浮衬 才能够去把这台戏 给它搭起来唱起来 如果我们在这个真正的 一个兴盛的朝代 你只见到好皇帝 看不到这个好的臣子的话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唐代呢 他能够成就这个 真官盛世也好 大唐盛世也好 都是君臣的这样的一个出现 那李密呢 死后竟然也成了神仙 因为他比较喜欢研究道家 仙家之道 通达经史 博学都文 特别喜欢研究异象 所以走的时候 也是很殊胜 那么这段文字呢 这段故事呢 重点呢 就讲解 一个臣子 对他的君上君主 怎么样能够 在出现大事的时候 能够不以自己的身家 私事为考量 而是纵观整个的史实 能够站在国家的角度上 为这个皇帝 拿出一个正确 理智的决策和判断 然后来立件 那么这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很多情况下 要么是没有这样的头脑 不能够冷静分析 不会帮着做决断 要么呢 是会随顺自己的领导 就是你说怎么样 就怎么样 你说好就好 我管你结果如何呢 反正你高兴就好 不会站在一个大众的利益上 去考虑问题 那么我们真正想成就 自己的完善自己的人格 成就一番事业 事出世间法 成就一番事业 都要学这种大公无私的心 也要培养自己这种冷静 观察分析的能力 自己呢 也要有好学的精神 自己确实有才华 有经验 有能力 那么是金子 它总是会发光的 不会被埋没的 你总是会被得到重用 如果自己没这个能力呢 也不用七七怨怨 觉得怎么就没人重用 用了还不如不用 经常会添乱 所以自己要先有这些本事 那么我们下来看第二个故事 也是讲唐朝的 这几个都是讲唐朝的故事 唐未争 有胆略 善回人主义 事无大小 必泛言苦见 急上怒慎 服错也 上常得佳肴 自闭之 望见争来 逆怀中 争奏事故久 遥静死怀中 闻得皇后崩 地念不已 于院中坐城楼 以望昭陵 常隐争同登 始事之 争熟事曰 臣昏帽不能见 尚指示之 争曰 臣以为陛下 望陷灵 若昭陵 则臣故见之矣 上弃 为悔楼 争劝帝 焉武修文 中国祭安 四以自福 地用其言 后竭力成勤 其酋长 并带刀素位 至外户不必 行吕不吉良 皆争执立业 争为唐 名臣 首封正宫 武士 孙目 赴为宰相 那么唐朝的名臣 魏征 大家都了解 因为 我们读中国历史 古代史都读过 魏征都是很有名的人物 他在走以后 唐太宗非常地感伤 对大臣说 以观 以 正 以 以史 为敬 可以来 正身 以人为敬 可以来正心 就是自己讲 有唐 有这样魏征 这样的人物 可以让自己的行为 都比较地端正 我们在生活当中 也特别能够感慨 确实就缺少 像魏征这样的 忠心耿耿的忠臣 他有一身的浩然正气 不怕来犯贱 就是犯言直贱 就是你即便火了 生气了 我还是要该说的就说 所以有一次 他把这个唐太宗惹恼了 唐太宗回到后宫 气得边脱衣服 脱这个外套 边这个就是口出怒言 说我明天非要把他杀了不可 这个太过分了 但是当时长生皇后呢 就进到屋里 穿上这个非常庄重的皇后的衣冠 就出来给他顶礼三拜 说恭喜皇上 皇上就很奇怪 说你这个有什么事好恭喜呢 长生皇后说 能有这样的臣子 说明这个皇帝非常的贤德 那么我庆贺呢 这个朝代既有贤明的皇帝 有非常好的臣子 所以呢 唐太宗就顿时就息怒了 所以长生皇后在历史上 也是一个非常有女德的女性 那么唐朝的名臣魏征 她是既有胆识又谋略 非常善于挽回君王所做的不当的决定 无论事情大小 只要皇帝不对 魏征一定会冒犯圣言 勤苦劝谏 纵然皇帝非常生气 他仍然不肯停止 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一只可爱的熊鹰 但是是小的 非常喜欢 就把这个小鹰啊 放在手臂上立着站着弯 那一天看到魏征远远的过来 他特别怕他 怕他看见 就赶紧把这个小鸟 藏到这个袖子里 我们知道古代的衣服 很这个长的衣袍 它藏在里面 那其实魏征呢 远远已经都看到了 心里也有数 在向太宗咒事的时候 就故意地在那拖延时间 拖延了很久 结果等他奏报完毕的时候 这个小鹰呢 也因为时间太久 就闷死在太宗的这个袖子里了 那因为魏征不希望太宗玩物 藏制 所以就用这种方法来劝谏 后来文德皇后 就是长孙皇后 过世以后 唐太宗思念不已 就在自己家的玉花园里 建造了一座高楼 以便随时可以眺望皇后的昭陵 太宗就曾经带着魏征 一起登这个楼 叫他去看这个长孙皇后的这个陵墓 魏征仔细看了半天 就对唐太宗说 微臣老眼昏花 什么也看不到 看不清楚 唐太宗就只给他看 说你看很近就在那 魏征说 臣以为陛下 叫我看祖宗的陵墓 如果是看皇后的陵墓 我确实早就看到了 太宗听后感动的哭泣 并将高楼给拆掉 不再登楼眺望昭陵了 因为魏征呢 是希望他能够 我们讲 自己能够思祖先的德行 确实能够弘扬祖业 不要把这个个人的感情 都放在这个儿女情场上 就不好了 所以魏征就用这种方法 非常有智慧 很善巧地来劝谏唐太宗 后来东途 魏征劝太宗 烟舞修文 停止军事发展 加强文化教育 这样中国的安定 四方的遗敌 就是外族 自然就归顺臣服 所以当时 我们周边的那些 像现在朝鲜这一代 外蒙这一代 他都是臣服于大唐盛世 说不需要用武力来征服 那唐太宗就采用了他的建议 后来东途爵竭力可汗 被俘虏 他们的酋长 带着刀来宫廷充当侍卫 当时甚至夜不庇护 出外旅游 也不必携带粮食 这都是魏征历见的成果 魏征是唐朝一代名臣 首次被封为郑国公 他的人品非常优秀 就是他的子孙 第五个孙子 第五代孙子 人品也非常优秀 也做到宰相 那么魏征呢 也是很不容易 我们讲在历史上 也很难见到几个魏征 这都是唐朝啊 他整个的这个朝代 真是很难得 感召到这么多这种贤臣 那么这个第二个例子呢 讲的是比前一个更要进步一下 前一个还没有像做到像魏征这样的基建 接下来看故事三 则天时法官禁库 私行成徐有功 独存评述 初为辅舟司法 不诗敲谱 立相约 有犯徐司法 仗者 众共赤之 待官满 不仗一人 执事一休 即为私行成 库立所污垢者 皆为执之 所活无数 常停征御事 太后立色截之 有功神色不恼 征之 弥切 太后虽好杀 知有功正直 慎敬淡之 周星等 赠毁百端 敬不能害 后着左台殿中寺 遇使子孙 屡血 那么这个 徐有功前面 我们在 《种论》那部分 也讲到过 他是在武则天 当政的时候 那么法官 为了讨好皇帝 就讨好武则天 护以禅库 刑法 竞赛 拿人命 当升官的手段 只有当时 担任私刑 私刑成的 徐有功 一个人 这个私刑成呢 是一个官名 掌理五行之法 心存公正 非常的宽恕待人 起初在福州 就是现在的山西 掌理司法时 不曾用杖刑 处罚人 就是拿这个 很重的木杖 来打人 当时在官吏间 互相都有约定 凡是受到 徐有功 仗责的人 大家就 共同斥责他 等到有功 任职满期 都没有 仗责过 一个人 而他所主管的事情呢 也都能处理的 非常完善 等到他 当这个私刑成时 凡受 酷吏 诬陷的死囚 拳头一一 给予平反 尼尔能继续 重活的人 难以计数 他曾为诉讼的事情 在朝廷上力争 那武后 就武则天 就以严厉的口气 来质问他 徐有功 仍然神色 不改 不为所趋 而争取的更厉害 武后虽然好杀成性 但也知道 徐有功很正直 所以对他 非常敬佩 畏惧 当时周星 等一群小人 曾多方设法 谗言陷害 但是始终 都没有办法如愿 徐有功后来 被提升为 左台殿 中寺 御史的高官 他的子孙呢 也有很多 居高官的声明 非常的显赫 我们在生活当中 会发现 有一定的权利 这样的人呢 他是比较难 在生活当中 能够行这个人道的 因为人在高位啊 不由自主的 这个心呢 就容易变得狠力 就失去了那种 人后的心 所以五轮当中 为什么对军人 对这个军臣的关系 提出来的是 军人陈中呢 因为军如果不仁 就难保陈中 军人要在先 陈中紧随其后 所谓上梁不正 下梁歪 如果做领导的 都有这样的 一片仁爱的心 那底下的 这个大臣呢 也很容易管理 我们在这个 整个护治佛法的 过程当中 也是要常常 提起这种仁爱的心 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 常想想自己不容易 别人呢 更不容易 就像昨天 我们上这个 义工的辅导课 那么如荫居士呢 有建议我们 都要多一些微笑 我们就像 到外面出门也是 长官好见呢 小鬼难产 这守门的都不容易 都很凶 我们义工呢 虽然这个职位比较低 但是呢 常常跟信众打交道的 就是我们 如果我们没有一念 为别人的 这样的宽厚的心 我们的所有的工作 都会成为 障碍佛法的工作 都不会真正的 有功德 而大家在这种 行为当中 所造的都是 愚痴的这些罪意 自己都会受果报 只要我们有 念念为别人的心 你的智慧 都会打开 我们讲 福智心灵 你念念为别人的心 就是念念在修福报的心 修福德的心 有这个福德 厚到一定程度啊 它整个智慧就会开现 你看我们中国古代 很多女性 她没有读过书 不识字 但是她 做人的智慧 非常的高 为什么呢 因为她整个在生活当中 她那种仁慈和仁爱 那种广作不失的那种心 是非常强烈的 我们现在的人呢 就是想别人的时候少 想自己的时候多 我们在教育子女 教育这些小义工 小花菩萨的时候 就是要针对她 怎么样去培养 念念为别人的心 而不是说反过来 你去助长她自私自利的心 你时时刻刻都提醒她 要为别人的心 提升她这个善根 升到一定程度之后 她自己就会自动地想了 小朋友是比较容易 年长的就很难 为什么呢 就是我昨天 还有跟同学交流 就像树一样 她已经习性啊 已经都固定了 长了三五十年 四五十年 乃至于五六十年 都弯的 已经都是弯成这个样子 你现在硬给她直过来 她也很痛苦 我们呢 也觉得太攀缘 除非她确实有这种 非常猛力的悟性 和这种怨力 能一下子自己就自愿地赶 否则呢 你去硬让她去做 是不可以的 所以今天中午 跟我们一个同学交流 我还跟她说 我说你的心 出发心很好 但是面对我们 义工同学 在交流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让人生烦恼 就是怎么样做对 你可以告诉她 但是她就是不做 或者对你生这个 生起这种 乃至于诋毁 你不必放在心上 因为 我们在整个修行当中 境界当中 你会看到 你教化众生 是很不容易的 不是说你一说就听 就我跟大家分享过 010年 我最初讲女德课的时候 我的面前只有两个人 我的员工 一个拿摄像机 最简易的家庭摄像机 一个在旁边拿个本 直打瞌睡 让她帮我记录 我哪些讲错的 其实她也不知道 也是听不下去 到后来去这个 传统化论坛上 多少次被人撵下台 甚至要烧那个女界的书 我从来在心里 真的是没有什么 起心动念 没有任何的埋怨 我记得有一次 去这个邯郸 讲女德课 当时她这个领导 就在饭桌上 因为我的课是晚上 好像七点 吃完晚饭去讲 在饭桌上 她就明确说 你不用讲了 这个课啊 纯粹是封建的 这个完全是 我们不想要听的 然后我也没支撑 我就在念佛 笑着瞅她 那旁边请我去的 一个中间的 一个联络人 就跟她讲 说你呢 可以在底下听 你要觉得 哪怕听了一分钟 觉得不行 可以立马给她请下来 都可以的 然后这领导就不信 是一个女性的 很强势的一个女领导 然后就问我 说是这样吗 我说是的 我说没有关系 我说我这不是什么课 就是自己的心得分享 跟大家讲一讲 自己的学习心得 没有说想教大家 如何的这个意思 她说可以 结果我一直到讲到完 也没有被撵下来 然后讲完下来的时候 她是哭了 拉着我的手就哭了 她说很抱歉 刚才跟你说了那些话 然后拉着我留影 那其实你这些 都不必放在心上 因为你教 是你的发心 那众生听与不听 听了之后 愿意做还不愿意做 是众生的缘 我们自己尽人事 听天命 就交给佛菩萨去安排 因为他有跟我讲 他自己讲了讲了都哭了 中午我看了我也挺难受 这个我们这个大殿 所有殿呢 地下那个茶座 特别特别怕进水 因为一旦进水 发生漏电 就有可能引起火灾 我们所有这些 都是木质的结构 为什么宗教局领导 反复强调这个安全问题呢 安全隐患 我们当家书 不止一次提醒我 要注意这个茶座的安全 那他就看到 我们大殿的 那一堂的护职工作呢 人家不知道这一点 所以在用拖布 拖大殿的时候 用了很多水 那这个水呢 就很容易 就是把这个插座 就形成漏电 就是非常危险的 也会产生人命的危险 所以他是去善意的提醒 就被人家给他 喝骂回来 不用你管 他心里就很难过 我说因果自卑了 我说确确实实 我们尽了尽到力就好了 我说我今天下午会 在公开讲课里 再一次强调 听人劝了 吃饱饭 人家对你善意的劝解 你一定要认真听的 否则出了事故的话 不是小事故 责任我们都背不起 真出现这样的大事故 僧团在这里 都没有办法安安住了 你把整个僧团 都撵出去的话 你的因果责任 会背多大呀 就像我们上山 春天上山 不以为然 可能抽一个小烟头 没有掐干净 给它扔在那里 结果满山大火找起来 烧死了无数的生灵 你说你背不背责任呢 只是一个烟头而已 只是因为我们自己 很放逸的一个行为 我以前在读 这个金融学的时候 英国巴林银行 怎么百年银行 怎么倒闭的 只是新加坡的一个 小小的交易员 他做了一个 期货的一个交易 给他做错了 很简单 很小的 结果把百年银行 上千亿 上百亿的英镑 全部都复制东流 全部就是 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你推倒第一个牌 后面全部都倒掉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里都很关键 我希望每一个人 都能够重视自己的 所有的言行 如果你的言行妥当 佛菩萨不会来提醒你 那佛菩萨善意地来提醒你 无论他以何种方式 何种口气 何种态度 你都好好想想 对还是不对 对的话要接受 你不能说 你少管闲事 你离远点 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 如果这样的话 内堂主 我们大殿 再也不要用脱布脱地 全部改用吸尘气 我觉得这个方式比较好 至少我不会天天提醒吊胆 你拿着一桶水 夸往那一泊 那大殿 那水太多 确实容易出危险 到时候真出状况的话 那你怎么办呢 这一座大殿 是几千万的人民币 照出来的 不是说一万两万块钱 我们赔都赔不起 你自己还会因此 而当狼入狱 你会被抓的 会入行的 怎么能轻而视之呢 包括我们做饭 如果不干净的物共僧 都有因果 如果导致僧团的人 个个拉肚子 你责任就大了 所以为什么要强调 洗菜要干净 饮食要维生 所有的东西都要严谨 你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堂口 每一个组的义工 都要做到 你做不到的话 都是大问题 那么当时这个 许有功呢 他是非常不容易了 他在整个人家 这个武则天的 这样的管理之下 他还能力见 保全很多人的性命 说明他的心地 确实非常仁慈 我们讲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 必有余秧 所以这些 积善之家的子孙 没有不好的 没有不高显的 一定是非常 非常富贵 非常贤达的 那么接下来看 故事四 唐郭子怡 当安史之乱 收复两金 公贯诸将 待中时 宦官用事 子怡贤费日久 不取离散 促土翻入寇 经师震害 上奔陕周 大将如礼光碧等 皆既宦官之权 拥兵不治 独子怡昭目 得二十期即行 纠合诸将 击骨张志 多燃火 以以土翻 土翻害 众兮顿去 后又同回合 以数十万众入寇 诸将多不实志 子怡以丹齐 网说回合 大破土翻 子怡为大将 拥强兵 成元阵 于朝恩 忏悔百端 招书一指争知 无不及日就到 犹是忏悔不行 观中书令 凡二十四考 封分阳王 八子七徐 显胜莫伦 郭子怡呢 是非常非常 值得人敬佩的 一代忠臣 不但仁慈厚道 德行呢 却是堪为 我们佛弟子的榜样 因为他的心地 确实你能看到 清净无染 所以他的寿命也长 活到快九十岁 作为一个五官 能活这么高龄 是很不容易的 很多五官 他都是因为 杀生的业很重 所以寿命都不长 子孙呢 也都不是很好 但是他的子孙 是非常显胜 可见他的德有多厚 所以在任何一个行业 都能看出一个菩萨 他怎么行持呢 他就是这个 我觉得他的所有的行持 都是菩萨性 而且他把五轮 做到了圆满 所谓君人陈中 那个陈中 他做到了极致的圆满 不管你君人不人 不管你信不信任我 我都是那样的忠诚无比 那么他在安史之乱的时候 收复东西两金 功劳超过了所有的将领 所以唐太宗 这个时候是宦官专权 郭子怡就被这个宦官呢 尽禅言 就被废掉了他的官职 闲置在家 那底下的部下官兵呢 也都纷纷离散 这个时候土藩突然入侵 京城全体都震惊 皇上呢 就逃到这个陕州 就河南去避难 当时大将如李光碧等人 我们前面有讲这个李光碧 跟郭子怡的性格就不一样 所以他呢 就没有善终 李光碧是怎么样表现的呢 因为记恨宦官专权 心里对皇帝有不满 听这个宦官的 所以就拥兵自重 不愿前往旧驾 就不动 不去救这个皇帝 只有郭子怡招募二十几个骑兵 立即前往旧驾 并且纠合诸将领 敲击战骨 高张旗帜 在多处点火 使得土藩呢 以为啊 来了很多人 因为他到处打 打战骨啊 生火呀 人家那个土藩呢 就以为他带着十万大将来了 其实就二十来个人 那么后来土藩又伙同回合 数十万大军前来入侵 所有的将领都不能及时前来救援 只有郭子怡单独骑马 前往说服回合 并且大破土藩 郭子怡身为唐代一代大将 拥有强大的兵力和这个民心 宦官成元镇于超恩等人 百番地在皇帝面前进禅言毁谤 但是只要皇帝以一纸招书征召他 子夷无步即刻上路 因此所有的禅言和毁谤都不攻自破 后来官当到忠书令 达二十四年之久 被皇上封为分阳王 他有八个儿子和七个女婿 都非常的显赫昌盛 无人能比 所以我们自己呢 要好好学这样的榜样 学他那种对上位的尊重 那种忠诚 而且他不是愚忠 是很有智慧 我们讲是该出马时就出马 该收手时候就收手 进退都自如 他在处理家务的时候也是如此 他的家道非常的和睦 所谓上进下和 家庭非常的兴盛 那么自己真正能够修身齐家 所以才能够做到 治国平天下 如果自己身不修 家不齐 你说想平天下 这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自己的修行 从哪里修起呢 所有的修行都源于 在修我们自己这颗心 修正我们所有不良的行为 点滴都不能放过 我今天上午 因为肚子不舒服 我就拿个热水袋 跟我身边的小秘书说 我说你给我装点热水 我在那背着背着课 就不舒服 结果我就听到他在隔壁呢 我就果断地断定 他是在饮水机的热水 我就使劲喊一嗓子 我说你给我停 我说饮水机的每一桶水 都是花钱来购买的 你不可以用饮水机里的水 我们可以出去外面打这个水 用热水壶烧一下 或者热水器里的水 那他后来就换了那个热水器里的 就外面洗手间里的那个水 后来我想一想 我还是不安 我又过去 我去跟他讲 我说你记住 那个饮水机的大桶水 是我们用这个公款来购买的 它只用于饮用 不可以用于其他用 是太浪费了 虽然这件事很小 但是呢 我不希望你种下这个不好的因 点滴的行为 都要想到自己负不负因果 有没有亲身藏住 然后我就对那个 他的领导或者助理说 我说你要重视这个事情 因为他们在一个办公室 结果我的助理呢 坐在那儿没动 说了一句话 啊 知道了 错了 也不过也被我严格呵斥 我说怎么能是这种态度呢 太不像话了 我说这个事虽小啊 但是物善为狗善为子盗亏 对不对 我就说 我说我不屑于跟你们说话 今天你们谁都不要来见我 我就回去了 结果呢 不到半分钟 我的助理说 老师 我错了 忏悔 说我想了一个绝好的方法 我这里备有戒指 我把他的手给打了 打中了 他说你看 他都承认错误了 你原谅我们 然后我说 后来我这个小秘书 就跑过来说 老师啊 这个以后你就直接拿戒指 打我就行了 不用麻烦阿姨了 我说不行 不能让我打 我说我自己儿子都打不下去 我心太软 我得让别人去打 要我打 你的手不会肿的 我就拍两下就好了 因为我确实我是 我下不了这个手 我父亲就批评我 心太软 所有的事情 你跟我一讲 我的心就马上就 就觉得承受不了 就觉得 哎呀 人家都特别不容易啊 就是要尽量的去善待人家 但是有的时候会多祸害呢 我们在生活当中 确实是如此啊 所有的小事 不可以善为的 随随便便的做事 将来都会遭受很大的恶果和苦报 那么我希望我们从自己做起 好好修身 真正做到像郭子怡这样 对皇上的那种忠诚 我们要做到对佛的那种忠诚 对阿弥陀佛的忠诚 对我的愿力的忠诚 对我的自己所追随的 善知识的忠诚 没有一丝一毫的不尊重 那没有一丝一毫的猜忌 和这种妄想 全都没有 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 修行当中 遇到很多这样的事情 都会点滴的小事 就会障碍我们这种信心和忠诚 这些是不对的 我们有的时候还讲 不看这个僧面 看佛面 可能我们看到善知识身边 有的人不如法 我们因为他生烦恼 就远离了善知识 这个也不对 他是他 善知识是善知识 对于善知识 在善知识真正的善知识眼里 没有什么好与不好 都好 所谓百花从中过呀 片叶不沾身 没有一件事不好的 全是好事 像我们师父上人就是 没有一个坏人 都是好人 都是恩人 都是成就自己的 个个是阿弥陀佛 我们没有达到这种境界 但是至少 不要对善知识生意 不要说善知识身边的人 都如何如何 这个善知识也不怎么样 错了 其实佛菩萨 往往会安排很多境界 来考验我们 是不是真的去 有这种真诚心去求法 如果你有这种真诚的话 决定会 决定会得到法的真谛 所以我们过两天 一号到四号 会有四天放假 师父就说 僧团和我们都休假 太累 这一段太累了 连续两个月 我说我们休假干什么呢 看电影 就跟这个 我说你看大唐玄战 大家看得很开心 对吧 我说这个下载米勒日巴传 每天下午看见米勒日巴 因为我特别喜欢看米勒日巴传 我自己至少看过五遍 我的两个儿子都看过至少三四遍 里面那个歌我儿子都会唱 你看看米勒日巴 对马尔他上师 对他的上师怎么样做到 对善知识那种真诚和恭敬的 那么多考验面前 都没有退失自己的信心 我们还没有说打你 没有说破口骂你 没有说一遍遍的不让你想求法 不给你听法 都没有这样的 但是呢 稍微你觉得脸色不好 马上都会退失信心 这是自己的善根和福德太薄 所以我们要通过榜样的力量 通过种种的这些表法 我们增长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信念一起来 我们的善根福德就起来了 不是说我们做很多很多事 修了很多很多这样的大善事 我们就有多厚的善根 多大的福报 不是的 你一转念 你的善根福德就不可思议 是转念继承佛 放下继承佛 你没有放下的话 你做一千件一万件 还是那样 还是心里很纠拔 所以我们学会转自己的心 向这个真正的善知识好好学习 那郭子怡的事宜呢 是很不容易的 那么他的一生 我们前面也都讲过很多案例 接下来往下面看 故事五 宋朝司马温公的故事 宋司马温公为相 以身殉国 秦力竖政 时已得及 而轻描免疫将官之法犹在 西夏未将 探曰 四害未除 无死不明目 宾客见其寿 因诸葛时少事凡为戒 公曰 生死命也 为之毅力 及格 不复自觉 纯纯如梦中雨 皆朝廷天下事也 宋朝的司马温公当宰相的时候 非常的勤政爱民 一身殉国 由于过度劳累 已经有病在身 而王安时所实施的轻描免疫 还有将官等新法 仍然还在 西夏国也没有投降宋朝 司马光因而感叹地说 这四害还没有除去 我死都不会明目 来探病的客人 见到他日渐消瘦 就引用诸葛孔明 时少事凡 命不长久的潜力 这个呢是 我们在这个史诗当中看到的 当时 也是司马跟他作战 那么就派这个 特使去查看 诸葛亮现在的饮食起居状况 回来呢就汇报 说吃的非常非常少 睡眠也不足 但是每天的公务特别繁忙 然后非常的累 那旧疾 就很多旧的疾病都在复发 所以当时呢就判定 他已经不会活很久 就不跟他打了 就停下来驻兵 跟他耗着 就耗了不到两个月 确实诸葛亮就死了 那么就吃的太少 而事情太多 食少事凡 命不长久 就是自己就没有办法活得很久 提醒他要引以为戒 司马光回答说 生死乃命中注定 无需挂碍 就是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不去挂虑这些事情 反而更认真的处理公务 后来病入高荒 不省人事的时候 就在说梦话的时候 都在诚恳地关心国家大事 梦中还在关心国家大事 所以我以前呢 敬于对义工的很多琐事呢 也是比较心烦 那师傅不是用这个 这些案例 师傅用的是周公 叫一卧三吐普 就是吃一顿饭呢 要放下来三次 处理公务 洗一次头发呢 要停下来三次 没洗完抓着头发 去处理公务 师傅说这个真正的贤人君子 就是这样面对极苦大众的 那我们要修菩萨道呢 不能说连世间的人都不如 所以人家任何时候来问你 来跟你讲 你都要去处理 尽量地去处理 那我们确实事情是很多的 因为我们这个 从去年发心 起见了这个耻见念佛群 我们一个群呢 一百多人 一百二十三人 我们现在是八个群 还是九个群 我就不知道 群里很多同学 有来邮件 海外的很多同学 听我的课 有来邮件 前一段像有一个法国的同学 很喜欢听我的课 那就来邮件 希望我邮寄 师傅和我的波警机啊 书啊 法宝 要安排邮寄 还有很多人 家里的各种事情 儿子病了 婆婆婆媳关系不好 跟先生要闹离婚 然后自己工作 要不要辞职啊 我的修学功课 先读无量寿经 还是先念弟子规啊 我拜颤还是拜佛呀 我是听直播 还是听这个录播呀 我是听你的波警机 还是听师傅的波警机 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原先呢 还指望身边有秘书帮帮忙 后来也放弃这个妄想了 因为没人发心 所以身边也确实一个秘书都没有 就一个助理都忙得囤囤转 所以基本上从去年开始 所有的这些邮件都是我自己回复 还有群里的这些问题 也是自己来回复 还有我们寺院的事情 僧团的事情 义工的事情 师傅海外的一些弘法的事情 自己的家事 备课 讲课 听师傅课 各种事情 反正我父母今天来瞅着我 唯一跟我说的话就是 希望我注意身体 我爸叮嘱了三遍 说你都 也都快笨五十岁的人了 我这个 也就不嘱咐你别的 都中年人 我就是希望你身体别出状况 因为看你太累了 然后我呢 从小到大的特点呢 就是我吃得少 睡得少 我睡眠很少 不会超过五个小时 四个或者两个都行 我的吃是吃得很少的 我们大流组组长最最知道 他今天给我盛了一小碗饭 一小盆菜 说老师今天盛的极少 但是这一小碗饭呢 我只吃了三分之一 剩下三分之二给我助理了 因为我也吃不下 那个一份菜呢 我只吃了其中的三四块土豆 其他的也全都舍给助理了 我就吃了一些咸菜 没有胃口 事情特别多 事情一多就不想吃 然后就想要把很多时间 要赶紧把这些事情处理完 身边又缺少这个 这个助理助手 所以今天我们的助理也劝我 说老师你快起念头 盼着那个有人来帮帮我们吧 我说这些就不去理会了 都交给佛菩萨 佛菩萨安排来就来 安排不来 我说早点往生更好 反正就走走走 做到你把所有该做完的做完了 那也就完成使命 我说我自己做义工 这六七年 其实他的事情啊 不会因为你人来的多 他就变少 你人来多少 相应派的活 就会更加几倍的多多少 就是这样的 就是比如来一个人说 哎呀这回可轻松了 我们大聊终于多来两个人 不要想 相应的可能出家中又会多几个 你还是得多做 所以后来我说这个不要盼 盼没什么意义 一个人呢就是一个人的活 来十个人呢就会十个人的活 永远是 因为事情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呢 要常常有这种 竭尽全力 去为众生做事情的心 事情呢也不要管他多与少 多与少都无所谓的 少的时候自己就 静修 好好地多念佛 事情多的时候就认真真的 把事情处理完 多少都不必放在心上 都是佛菩萨安排的 佛菩萨的安排 就是最好的安排 我们不必去挂碍 我希望多点事 还是希望少点事 这些呢不在我们的考量范围之内 那么也要学习司马温公 这种精神 生死都交给佛菩萨安排 佛菩萨需要你注视多久 你的命呢都是佛菩萨掌握的 你也不用想着 我应该五十岁离开 还是六十岁 还是七十岁 什么时候走 佛菩萨都会有安排 我们唯一想的就是每天 对于自己来讲 好好念佛 修自己的清净心 修自己的这种信愿的 这种愿力和信心 那对众生呢 就是一味的真诚 一味的慈悲 一味的感恩 一味的这样的去做 如果自己做不到的话 要不断地去提升 这方面的善根和福德 那么接下来看故事六 故事六讲的是 为高中 为群臣曰 君父一也 父有过 子不作疏于众中见之 而于私事平处见者 不与张父之恶也 如高云者 朕有过 未尝不面言 至有朕所不堪者 朕知其过 而天下不知 可不畏忠乎 高云一片忠诚 不读激烈者不能 亦讽欲者所不及也 可为见法 那么这个故事六呢 重点讲的就是 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 对这个领导进行劝见 这是引用 魏高中 对这个群臣说的一段话 那么魏高中 对他的底下的大臣说 对待君主和父亲 其实是一个道理 是君如父 我们呢 应该怎么样呢 是师如父 你看我们广师父 都是叫师父 师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 我们对所有的出家师父 都是这样称呼 那么父亲有过失 儿子不可以在大庭广众面前 披露来劝谏 就不可以在公众面前 去说父亲的过失 让众人对你的父亲 产生不好的想法 那么对君主也是如此 就是要在私事远离众人的地方 来劝谏 就是私下的一个房间里 没有任何人 比如说只有你和父亲 或者只有你和师父 你私下的这样的去劝谏 如此做的目的呢 就是要 只是要父亲改过 而不是说要彰显父亲的罪恶 那他举了他身边的一个大臣的例子 就高允 高允在我有过失的时候 都是当着我的面 就是把我交到一边 跟我面对面的这样的劝谏 直到我不能承受为止 那我知道自己的过失 但是天下的人却不知道我的这个过失 像这样就不就是忠诚吗 而高允的这种忠诚 不只是那些以激烈方式 劝谏的人不能做到的 也是用委婉方法 劝谏的人所不及的 这可以作为见法的范例 就是如何来跟自己的君主 做建议 那么我们在佛法里呢 关键呢是叫讲缘 因为佛法都是因缘法 你跟任何一个人来建议的时候 先看看缘起 就是你感觉跟他的缘深不深 无论缘深还是缘浅 自己其实是明了 那么在生活当中 确确实实 我们要学习很多 这些善巧的处理方式 不能一味凭自己的意思来做 故事七 第七个我们来看 宋苏炳上章论国事 篡饶舟行过落 管饮吞锁 颇以千点为意 吞曰当记名上书时 为国祭焉 为身祭焉 若为国家祭 当欣然赴饶舟 若为禁取祭 则饶舟之匾 犹为经典 丙遂焕焕然 张可安曰 世子为官 若有故功名 求荣越之心 则一事做不出 成灾炎炎 这段话也很好 讲的是宋朝的大臣苏炳 他因为上书给皇帝 谈论国家的事 不但没有被朝廷采纳 反而被贬到饶州 就现在的江西的攀阳县 当路过洛阳的时候 就寄宿在这个尹吞家中 尹吞的家中 那么就像尹吞表示 自己对被放逐这件事情 非常的在意 那尹吞就跟他说 当你上书朝廷的时候 目的是为国家大事呢 还是为自己的名位呢 为自身的名位呢 如果你是为了国家大事 那你就应该欣然的 赴饶州上任 如果你还是为自身的 进退做打算 那这次朝廷 别你到饶州 还算惩罚得很轻了 苏炳听了 心裁 势然不敢再对朝廷 存着抱怨之心 这个案例呢 好好的我们的护法义工 认真的学一学 我们如果对领导提建议 如果没有被采纳 反而被呵斥的话 你自己能不能这样的释然 我如果确实是心怀天下 为天下百姓昌生所 所这个考虑 那你批评我也好 你斥责我也好 我都不会在意的 我心甘情愿 如果反之呢 这个被斥责了 心里就很难受 我提了这么好的建议 你不仅不采纳 你还在这说我 心怀怨恨 这还是由我自身的名利所打算 所以名利两个字啊 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容易放下 当你还有很多面子在 还有很多自身的顾忌在 还不能容忍人家的批评指责 在受了委屈的时候 还有抱怨 在做好事的时候 还会被诽谤 你的心里都有挂爱 不能释然的时候 这些都是名利心 这些名利心 全都障碍我们往生 都障碍我们成就 我们的念佛三昧 所以我们在学习 这些故事的时候 好好反观自照一下自己 很受用的 一对号入座就知道 自己有没有了 怎么批评 无所谓 反正是我已经 尽了我的心了 你用不用是你的事情 你不用你还说我 那是你的问题 我不被因果 对不对 我一切都交给佛部子 你让我做什么都好 无疑是不好 我自己也是这样 我昨天呢 我特别高兴 昨天晚上 一高兴呢 就念佛念得很晚 当然一烦恼 就念佛念得很晚 因为收到两个同学的来信 我看了之后 我特别感慨 感慨呢 就是说 我们在跟众生 在交往的时候 当众生生烦恼的时候 不能接受你的建议 或者对你的一些行持 产生一些疑问 跟你有一些嫌隙 我们都不必挂碍 你停下来 默默地念佛 等着他 心里不要有任何的念头 对他进行分别启念 他好 或者他不好 不要做任何的评论 你就这样的 像一个守望者一样 去默默地守望他 只对着念佛呀 每天正常处理 因为有个小菩萨呢 就给我发了一个短信 我看了特别高兴 因为我知道 看过他生过烦恼 也看过他怎么样改过 看过他怎么样跟人对立 又看到他怎么样放下 所以昨天我就跟 我的身边的人分享 我说人确确实实 每个人都可以成佛的 每个人都有佛性 关键看我们有没有佛菩萨 那种慈悲和耐心 如果有的话 每个人都会改好的 无论时间长于久 有的可能是一年半载 有的三年五载 但是他只要在这里 还待在这里 那他能不能待在这里 也往往取决于我们的态度 我们有没有那种包容 有没有那种对他清静的信心 如果有的话 他会留下来呢 如果我们因为他一次烦恼 就对他生了很多分别 很多疑虑 在背后缩三道四 这些呢 都会种下不好的因 所以我们不去说 也不去管 就默默地去这样的去看着 就像看镜中花 水中月一样 不着这个像 他的烦恼 其实是我心里的烦恼的一个体现 没有什么 结果看到他的写的一封长信呢 我特别高兴 我就说 我说哎呀 这小菩萨你超越了 提升了 老师特别高兴 因为在所有的境界当中 都是对自信的一个磨裂 他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 就是说老师 我这些信呢 看过你就算了 可能我还会生烦恼 你都不必理会 因为我是永远不会退心的 我会跟着你一直到极乐世界 我就觉得特别高兴 因为他只要不退心 烦恼没关系的 因为我们的烦恼 一直到极乐世界才会断 我们现在只是服烦恼 你让他立马断是不可能的 那另外一个菩萨的 长长的紧张者的忏悔信 我看了两遍 看完之后 我自己也特别感慨 他本来来的时候生了很大烦恼 有一天给我发展信说 不干了 我走了 我也没给他回 我说走不走 佛菩萨安排吧 我自己我念我的佛 然后过一会儿就发展信说 我不能走 好不容易来了 我干嘛要走 我得待着 我说那也行 我也没回 我心里想也好 走与不走 都是佛菩萨安排的 在我心里呢 我从来没把你当成 生烦恼的菩萨 很多人都会觉得 他怎么样怎么样 但我觉得他是磨练我的 是我心里的一个镜像的体现 当我见到这个镜像的时候 我反观自照 我自己的心有没有起心动念 有没有去分别执着 有没有在人我事非常打转 如果没有的话 都跟看戏一样 这一幕就过去了 你热闹也好 你这个不热闹也好 你是好也好 不好也好 都是假的 没有真的 真的就是我对你只有一句佛号 所以当我们看到身边的这些境界的话 自己的好好的去想 我们怎么样用这些境界 来提升自己念佛的那个心 提升自己往生的那种信愿 如果种种境界都能成就我们 信愿持明 持见念佛 生净土的话 没有一个境界是不好的 所有的境界都是好境界 而且往往越是逆境 越是打击你的 越是让你容易生大烦恼的 当你一转过来念头 都成为你觉悟的那个大菩提心 所以烦恼及菩提就是这样的 静缘无好丑 好丑在于心 大的烦恼 你就生大的觉悟 小烦恼生小的觉悟 没烦恼可能没觉悟 所以有烦恼 没烦恼都好 我自己也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 大哭一场之后 哎呦 我觉得放下很多 自己也就看破了 好像自己这样的 平平静静 有的时候反而无名很重 所以你看那些 很大烦恼的众生啊 菩萨 你千万不要对他有分别性 觉得他不行 人家可能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是不可思议的这种境界 所以净土法门 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 他们能够去 这么小的年纪 学佛 学这个无量寿佛 能够到道场 来在这念佛 持戒 能够容忍这里 种种的这样的艰苦的环境 这种善根福德 就不是我们能比的 所以我往往看到 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 我打心眼里 我觉得我是特别赞叹 虽然他们有很多的毛病习气 或者懒散 或者懈怠 有时候也会撒谎 有时候也会跟你对立 但是你都不必挂爱 他只要还待在这里 他确确实实 个个都是菩萨 我们只是怎么样去帮助他 发现他那个菩萨的种性 提升他的善良的一面 他不善的一面 不去理会 佛菩萨会去帮助他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要很高兴 因为我们道场里的年轻人 还是很多 像我都属于老人 在我之下的很多 我们学进圆满之后 要调整整个念佛楼的布置 所有的小花都升到四楼安丹 就就我们现有的 泥石那个安丹的单位来安丹 35岁以下都上去 今天说老师有的年龄计算错了 过了这一年已经长了 超过35 36了 我说36就补上了 35 不含35的都上 小花们在上面好好休学 我们老菩萨呢 因为我过了学经之后 我们的电梯呢 也不随便的启用 要走 上下爬楼梯 老义工比较辛苦 老义工尽量地住在这个四合院 给年长的义工用 二楼呢就主要是随起的义工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啊 这个所有的这些成就者 都是有这样的善心 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张可安是这样说的 张可安先生说 读书人做官 如只为保有自己的功名 心存求媚于人 就不可能做出一件 有利于国家百姓的事情来 这确实是实话 那么这是一段勉励的加言 我们要认真地记住 因为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 也是一复如是 自己如果失去了 念念为众生的那个心 所谓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但为众生得利苦 不为自己求安乐 如果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心 我们的菩提就到退了 我们就没有办法前行了 如果念念都有这种心 我们自己常常反思 常常自己这样的 去提醒自己的话 我们这一生是决定能成就的 当你真正成佛 在极乐净土 花开见佛的时候 你就会感恩所有的这些境界 会特别地感恩这个缩破事迹 你会知道 确实美欲出于丸实 莲花出于污泥 如果没有这些众生 成就不了我们的菩提业 如果没有这些烦恼的境界现前 我们也不会觉悟 所以在这里一点点地去练习 好 今天时间到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愿以此功德 庄言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记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